抓捕毒贩惊心动魄 而接下来这个救援的现场 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这个场面看的是非常揪心的 钢筋插入了体内 它一动不动 2015年4月6日晚上8点半 朝阳消防支队罚头中队接到报警 在北京建工焦化厂 彭户区改造安置房工程的工地上 一名工人的大腿不慎被钢筋刺穿 情况十分危急 被困人的那个位置十分的特殊 它是处于一个半高空中 然后我们及时搭建了一个稳定台 据了解 这名工人是在检查工程进度时 不慎摔倒 一根钢筋从大腿内侧插入他的体内 他当时已经麻木了 想要自己蒸活 就会造成二次伤害 伤口大量出血 然后我们就及时制止了他 受伤工人所处的位置周围全是钢筋 救援空间狭小 而且插入体内的钢筋较长 指挥员决定 利用切割锯切断露在外面的钢筋 你别动这个 别动这个 别动这个 他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他也非常烦躁 十分钟后 钢筋被切断 消防队员利用工地内的吊塔 将受伤工人运回地面 早已在地面等候的急救人员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目前呢在这个工地内部还有很多的工人正在工作 就在发生事故的那块工地上呢 现在已经恢复了动工 我们发现像那块工地一样 这样钢筋林立 而且环境比较错综复杂的工地呢 在里面是有好几块的 那么我们刚刚了解到目前呢 当时受伤的这个工人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那么工地的负责人也表示呢 他们会负责这个工人后续的一些治疗费用和补偿 一旦忽视了安全灾难就会降临